第1946集 超级大狠人 四下里的兵士见了 大开眼界 我的个天哪 还真有不怕死的 居然敢当面叫嚣那个狠人 这也太有种了吧 貌似还是熟人呢 某天机正微笑着跟谢丹琼说话 突然听见这声大骂 眉毛挑了挑 说道 呀 原来这里还多了一头傻鸟呢 来人哪 给我把此人拿下 往死里揍 揍死了不打紧 全算我的 一听这话 某天机带来的九大高手 二话不说 全都冲了上去 尽展所能 围攻猛鸟 某天机和谢丹琼相对谈笑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而这边的苗不通 却陷入了凶险异常的围攻之中 当真是步步危机 刻刻名途啊 某天机能够带出来参加大战的 哪有一个是等闲之辈呀 几乎每个人都拥有不逊色于苗不通的高深修为 又是九个人围攻一个 不多时就将苗不通按在地上 接着就是一顿疯狂的旁揍 当然了 揍死倒还不至于 不过揍个半死还是可以的 他们也正是那么做的 旁边众将都在奇怪 某天机与谢丹琼谈笑风生 居然对这件事毫不关心 任尤苗不通被打成了肉饼一般 这也太狠了吧这 难道这货其实不是他们的兄弟 真是太奇怪了 就算不是兄弟 这做的也有点过分了吧 那新来的狠人且不说了 咱们谢魁首可不是那种 发狠救药人命的主啊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苗不通被树人按在地上 嘴巴几乎被按进了泥土里 物资在大声的叫笑着 莫天机 你他妈的等着你啊 等老大来了 我不把你打成飞上天的鸡 施不为人 我不把你这只田鸡剁成块 扔你过里煮 我就不叫瞄不通 他妈的 他妈的 你还打 你还不住手啊你啊 我记住你们了 我告诉你们 我记住你们了 我真记住你们了 你们敢打老子 你敢打老子 我记你们一辈子 营帐终于搭了起来 姆苍兰这会儿 也已经从前线赶回来了 经过这么一场爆炸之后 两边无论哪一边 都没有心情再继续战斗下去 貌似两边都暂时没有情绪了 望向墨天机的眼神 穆苍兰就像看到了一个怪物 眼神中有着深深的借据和忌惮 这就是个疯子 牧帅心中如是说道 不多时 鸟不通就像一只死狗一般被拖进来 扔在了一张椅子上 可怜的凤凰 这次被打成了土鸡一般 原本瘦孝的身材 现在居然整个的胖了一圈 肿的 听墨天机说起了这一行的经过 谢丹琼的眼睛越瞪越大 到了最后几乎要鼓出眼眶来 不仅仅是他 连穆苍兰这样百万年的老前辈 不知道经历过多少大场面的 整个墨云天军方统帅 也与谢丹琼同样一个反应 就连被揍得七昏八素的瞄不通 这会儿也没有了咒骂的声音 整个人陷入了呆滞状态中 墨天机所带来的九个人 一个个脸色发青 一脸的鱼记犹存 明显是惊吓过度的样子 你是说 你就这个样子 带着七百万斤炸药 塞在你自己乘坐的飞船里头 一路飘摇十七万里路程 长途飞行而来 说这句话的时候 谢丹琼脸色煞白 摇摇欲坠 墨天机带来的九个人 脸上纷纷露出一种 劫吼余声 不堪回首的庆幸神色 这一路的惊险 那可真真是要把人给吓疯了 墨天机理所当然的点点头 是啊 怎么了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没我的到来 能有这么一出美丽的烟花表演吗 我要疯了 我真的要疯了 谢丹琼抓着头发 咬牙切齿的看着墨天机 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你压得 真真的就是个疯子 彻头彻尾的疯子 一旁的墨苍蓝 只听得浑身汗毛倒数啊 带着七百万斤炸药 在高空中长途飞行 整整十七万里啊 墨苍蓝不知道别人 反正他自己是绝对不敢乘坐 这样的非洲的 这他妈的就不是疯 而是直接抽了 而且还得是抽大发了 就算再怎么小心 只要万里有个一 中间稍微出现一点碰撞之类的事情 别说炸掉原无线了 恐怕墨天机等十来个人 不等来到这儿 就已经先一步变做了高空中 灿烂无比的绚丽烟花了 在这样的爆炸中 就算描不通这样的凤凰之体 那也绝对要灰飞烟灭 不存在任何侥幸啊 墨天机轻轻的咳嗽一声 潇洒的摇起折扇来 来之前呢 我为自己补了一挂 挂箱显示 此行有惊无险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其实结论就是没事 所以就这么过来了 很顺利的过来了 众人一头大喊 你妹的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为自己补了一挂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们呢 你们也由着他这样胡闹 他疯魔了 你们也都一起疯魔了 拿自己小命来玩啊 谢丹琼一头黑线 问墨天机随行的九位高手 九个人一脸苦笑 天机大人的决定 哪里是我们能够更改的 至于说起这一路上 那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早生滑发呀 九个人一脸唏嘘 貌似每个人的一头青丝中 都隐藏着急许滑发 可不是吗 这一路上 就在炸药的夹缝中 就那么呆呆地坐着 当真是浑身如同僵尸一般 一动都不敢乱动 整整七天哪 几乎连眼皮都不敢炸一下 就怕是有意无意之间触动了炸药 自己瞬间就变成了绚丽的烟花 这等级数的高手 全都被吓得尿急 却偏偏不敢去厕所 一路憋着 没被憋疯了 这刺中滋味 外人如何得知啊 光生出极许滑发 那已经是很庆幸 很庆幸 很幸运的事情了 此刻听谢丹琼问起 九个大老爷们 都是一脸的忧怨 妈的 这乃是老子平生 最危险的一次旅行 跟这次高空之旅比起来 以往在江湖上 九死一生的战斗 什么绝境 什么强仇大敌 纷纷地不屑一顾啊 没有任何的可比相 总算是来到之后 见到了一路心酸 营造出的效果 又狠狠地扁了一个肉把子 心底那些个委屈憋屈 总算是宣泄了许多 舒服了许多 爽快了许多 穆苍兰不由地叹息一声 哎呀 疯子 满仗的重将 纷纷身有同感的摇头 除了这两个字 貌似就真的再没有别的任何语言 可以准确地形容 这位温文尔雅 封身如玉贵公子的举动了 真是他奶奶的怪啊 这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种 彻头彻尾的亡命图啊 一位将军很突兀地站起来 急匆匆向外走去 你干嘛去啊 莫苍兰大为不悦 没见到有贵客在这吗 怎么这么的不懂礼貌呢 真真的给我丢脸 那位将军 轻着脸回过头来 大帅戎饼 我去下茅厕 刚才虽然只是听着 却也感觉到尿急 真是吓死我了 这一身的汗呢 不料此话一出 竟然从者如云 雷同者慎重 一个个平日里 自诩胆大包天的将军 纷纷苦着脸 弯着腰站起身来 我也去茅厕 我也尿急 真真是 简直犹如斯文 莫苍兰大怒站起来 我去茅厕把他们都抓回来 人还没去呢 你去抓什么呀 很显然 木帅也被吓得尿急了 不过人家老程持重 自有对策 那对策是相当合理的说 不说谢丹琼这边 掉过头来 咱们再说 雨迟迟原屋线那边 爆炸之后 那等惨淡情景 当真是惨不忍睹 相信就算天下 最最铁石心肠之人 看到这一幕 也会拘一把同情之泪 所谓世界末日 只怕也不外如是 甚至还未必能够 比得上眼前的满目凄凉 承受正面冲击的军营 被一扫而空 生生的炸出一个 战地异常辽阔的大湖来 湖水荡漾 水波淋漓 只是那水面上 却飘着无数古怪的东西 那是一团团的头发 一根根的手指 那是一片破布 那是一团血污 整片湖水都是红的 血红色的 湖边仍有蔓延数千丈 都是碎得不能再碎的碎肉 至于更遥远的地方 无数的残破人头被风一吹 在地面上滴溜溜地转动 一片寂静 在这样的巨大爆炸之下 竟然连哭声 也都被吓得强行遏制住了 一个个幸存士兵 满脸迷茫地望着眼前的景象 这一片荒芜 这一片废墟 这一片无边的湖泊 这就是我们刚才还在拼命守护和战斗的军营吗 一杆残兵 尽都失魂落魄 就像是没了娘的孩子 那份奇奇惨惨 简直让人闻者落泪 见者伤心 远方 一道人影呼的一声飞回来 浑身上下萦绕着浓密的黑烟 他大叫一声 如同天雷滚滚 谁干的 谁干的 到底是谁干的 我要将他碎尸万段 来人居然是墨云天地原无限 但是此刻的天地陛下 丝毫没有了平日里的威严和风度 浑身蓝绿 满脸乌黑 一只肩膀被炸飞了 好在这会儿已经在飞快的恢复当中 但是那份狼狈却显而易见 不从掩饰 刚才那场爆炸 远无限虽然拥有通天修为 可他毕竟身在正中间的位置 正面承受最直接的冲击 又是全然的毫无防备 若不是反应够快 险些就在这场爆炸中彻底烟消云灭 倘若真的被炸死了 估计远无限可就成了矿谷绝今的一代传说 无限传奇了 普天之下古往今来第一个被炸药炸死的天地 这还是普天之下古往今来第一个被火药炸死的大魔王 那可就死得真正太憋屈了 面对远无限的问话 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 高空中风声呼啸如气如速 远方的山崩仍在持续进行中 轰隆轰隆的声音络绎不绝 陛下 雨痴痴满身伤痕的出现在原无限视野中 刚一露面就嚎啕大哭起来 陛下 太惨了 咱们的状况实在是太惨了 这帮天杀的恶魔 太惨了 远无限眼睛一瞪 本来心情就不爽呢 这突然还钻出了一个哭丧的 心中自然就更加不顺了 但是看到雨痴痴现在这副凄惨的德行 整个身体几乎都零碎了 顿时骂不出口 长叹一声 唉 赶紧整军吧 雨痴痴抽叶着答应一声 立刻就回身而去 远方 一落月同样是一身狼狈的飞回来 还没来得及说话呢 就是一阵咳嗽 一咳嗽一张嘴 嘴里就冒出了浓浓的黑烟 这一报 丞相大人的状况同样凄惨至极 与袁无限 相对无言 真真的想不到啊 在这样激烈的战场上 居然一下子凭空冒出来这样一个超级狠人 直接用一架九重天雀最最巨大 最最超级的非洲 堆满炸药 飘摇数万里 直接砸在大军的头上 这他妈的是什么样的混蛋 才能想得出这样的主意 我擦你妈 一落月破口大骂咬牙切齿 简直就是灭绝人性 丧心病狂 哎呦天呐 嗓子疼死了 相信大家也差不多能听出来 最近几天 一直在疼 好了 过多的话也不说了 欢迎大家到群里来交流 243999153 第1946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